高部长请 这位好 部长好 我的问题都非常简单 都是地方的事情 我记得大概是七年还是前年的时候 我们建府处还有政战部 管这个的时候 有到我们中立市 开个说明会 就是全国要成立三处的建村文化馆 然后评审的会 然后我们这个中立市 马祖新村 包括我们市长等等 地方人民的代表 都去跟你说明 那我想请问现在大概是怎样了 订好了吗 这个有几个村子好像都已经决定了 马祖新村是不是还在内 我请眷部处长给你说明一下 林处长请 林处长你好 谢谢委员 委员好 有关建村文化保存的部分 我们已经就16县 是17处都已经完成 整个会看跟听局简报的这些行程 并且在8月31号完成第一次的评审的工作 那因为我们在这个评审过程当中 所有与会委员有9位 那他发现有大概存在三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财务规划不确实 第二个就是土地价值容积移转 他的规划并不是很恰当 那第三部分就是都市计划变更的七成 不确定 大概所谓有个先是大概有存在这样的问题 因此我们目前就是行文给各地方政府 希望 就是还没定出哪三成 还没 我们有一个阶段性的就叫他们补证的一个时间 分别在做提报 后面会正式的在做评选跟工作 那你的进度大概是怎样 他如果提报出来以后呢 我们在第一波预定在今年的年底 就是12月的月底 大概会有具体的进度出来 那个处长啊 我是觉得国防部应该跟我们立委都沟通了 对不对 像你这个进度 我当一个立法委员参加会以后 都失神大海 都不晓得地方 那我们每天都在立法院吗 那地方一问 我就打不出来 对不对 所以像这些进度 你都要跟我们 大概进度到哪一个阶段 你一定要让我们知道吗 是 好不好 这部分跟委员特别报告 因为这里面 你现在不用在这里报告了 因为我的时间也很短了 就说以后有什么东西的话 你应该 就我们立委有提出来有参加 你就一定要让我们知道吗 是 这最起码的吗 然后呢 发生哪一个问题 比如有一些哪一些问题 我们可以帮你克服吗 地方的事情 当然我们总不能说到时候 我们中立这个马祖新村 全国这个桃源县市最多的建村 对不对 然后那地点 那个建筑的风格 还有龙江地区 拿不到的话 那我们怎么混嘛 对不对 所以我们势必要拿到啊 全国三处耶 那在中间有困难的时候 你告诉我们 我们在帮你克服吗 地方的事情啊 好不好 所以这个是我们是势在必得 一定要拿到 所以你一定要让我们有机会 去做这些服务 那另外 处长 我想请问你一下 现在建村改建以后 变成国宅以后 可以融入这个地方 所以以后他们建村 他们的服务 你们还是继续做吧 对眷户的服务 我们是一直持续在进行 有有 还是一样了 一样是照顾 有什么事还是一样 是不是 是 好 那另外啊 这个中立市啊 也是我这个九月八月的时候 去参加你们这个会 就是我们中立这个新人里的 那个激进新村和赌新六村啊 你们把他这个土地啊 两甲多 六七年改建啊 改建以后那个 不是 就是建村改建 他们就迁出去啦 然后那个建村啊 这个土地啊 可以说方会啦 你们尾巴尾起来嘛 尾起来以后就没有做 然后文字啊 流浪狗一大堆 这些地方啊 那天我们有开那个会 你们好像也有派人去啦 我们是希望啊 说这个不要变地方的 那个死角 所以我们希望你们整片里面呢 能够弄四分之一 给我们当一些 那个用啊 包括地震事务所啊 消防所啊 地震事务所啊 那个附阵地震 消防所 停车场 还有一个派出所 我们都希望你能够四分之一 给我们 当然 我们是工所 县政府 也想出一个很好的办法 说希望说 把容金率提高 容金率提高的话 价钱就高了嘛 所以你们拿出四分之一 做我们机关用地的话 不会影响你们的价格 我们也跟你提出来 结果你们说要变商业用地 你知道这事吗 报委员我知道 跟我做报告 那大概有三种处理方式 第一个就是 如果地方确实有需求 那可以透过都市 透过那个有偿拨用方式来进行 对 那第二个部分 如果说短期 是有运用需要的话 可以比较像洋梅普京营区这样的方式 可以由地方政府提出 来办理代管先行来使用 供大众使用 那第三部分 就委员刚刚所指导的部分 是都市计划整体规划 我们可以跟地方 跟台湾县政府来合作 把我们建改的土地提供出来 透过都市计划的手段 那将来公共设施 土地释出 那分回给国防部的部分 使用强度必须提高 能够达到 你说跟县政府怎么合作啊 都市计划整体规划的合作 比如说我提供一公顷 那将来地方政府取得 例如零点三五公顷 比如说 那分出来的部分 零点六五公顷部分 必须达到我原来百分之百 这样的价值的目标 那就是用他现在用容积力的给你提高嘛 可以用这种方式来办 就是容积力的吗 是是 那就现在你还没有正式的答复给县政府哦 因为县政府还没有正式提出这样的需求 他最近要提出来 所以我今天在这里啊 把这种方案 在这里正式跟你交换 那刚才我也提到 那我也去参加这个会 然后这个好不好 你们也真的也没有来跟我们沟通 是这我们后续会跟地方政府再来做协调 对所以不必跟立委沟通嘛 对不对 我会跟委员报告 对不对 我是事前的沟通很重要啊 不是报告啊 不是事后的报告啊 对不对 我们一个地方的立法委员 那我们整个事情 有关建村的事情 我们不晓得 还亏我是军系立委 对不对 部长 部长 我说真的很多事情啊 真的要我们立委 因为我们立委有参与的事情 你应该让我们知道 你们的态度是什么 你要你们怎么做 对不对 如果有困难的话我们可以帮忙 如果你们真的说做不到 我们可以说服地方啊 所以这个沟通 所以我们会做一个检讨啊 所以这个沟通啊 很重要很重要 好不好 那另外啊 我们龙岡地区有那个航空 那个清航的机场 一直发挥在那里 那你们准备做什么 这个请陆军做一个说明 好吧 就是龙岡总部旁边 那个军团旁边那个地方 报员 这个机场 它现在有一部分 跟地方政府配合 在 它这个机场本身 这样的转用在 未来 工兵部队做个综合的救灾训练场 那这个救灾训练 还没建立完成以前 配合地方 需要我们配合 做一部警官的一个设施 来做 呃 配合地方政府来做一个建设 那以后要做救灾的什么场 现在先 先给它做警官的 我告诉你 坐下去你就拿不回来了呢 啊不是不是 不是给它做 是配合它的造景 我们比如说我们的 你还是空在那里对不对 呃 呃 现在 在未来 马上就可以来做一个救灾的训练场 我是觉得 官方部 你要做什么 你就赶快规划 让我们知道 我们大家看到人家 方会那里 那市工所一直跟你们提 所以你们都不管嘛 犯规嘛 已经有完整的规划 我们在明年后年开始就会有执行这些案子 没有问题 那你规划案子给我们 没有问题 我们向我们向委员做个说明做个报道 没有 另外啊 那个很不好意思啊 那个再一点点时间哈 我们中立那个 阳梅的四围新村哈 那个活动中心 也希望说 呃 阳梅四围新村啊 哈 因为那个 那个搬走以后嘛 他们的那个活动中心没有了嘛 没有的话 那我们国防部有一个草 草南段的地方哈 他们也提出来哈 希望给他做活动中心啊 另外我们中间里啊 有一个 这个贸易师兄 也是搬走了 本来有活动中心 不要拆走了 没有 那这个 现在的住民啊 希望说给他们做活动中心 我觉得这些都可以考虑 因为是做公家用的嘛 可不可以呢 这个请处长的说明一下 林处长请 报委员 目前 这个是提供地方政府做贷管 暂时使用 那如果说 我们也跟 跟阳梅政工所都是协调 如果说他确实有 有长久使用的需求 那必须又透过有长不佣 来取得这个土地 然后由地方来兴建 那我再请教一下 有长不佣 是不是全国的所有的活动中心 全部都有长不佣 目前按照规定 只有道路是无常 其他都必须 其他都有哈 是是 我是想说在这里求证说 全国变成活动中心 没有是无常的啊 都一样 是哦 你要确定 为什么呢 我们地方说 哪一个地方有 哪一个地方有 我们这些委员就不知道怎么办 如果我们长到有的话 就要比赛哦 目前没有例外 没有 不是 如果被我们查到有的话 你就要比赛无常拨用哦 我们完全按照法序 可以吗 不是按照法序 有哦 不然的话 你在立法院讲话就要算话哦 你告诉我说没有哦 如果我们查到的话 你就要比赛哦 可以吗 特别强调是针对建改基金的土地 就是现在我讲的土地 类似的一样的 建改基金绝对没有 要确定的答复我们 因为我们回去啊 立法委员回去 他们是哪里 哪个地方 哪个乡证又无常的话 我们为什么没有 对不对 部长啊 今天啊 我刚才也跟我捐文书讲 如果全国的活动中心 都是有场不用的话 那我们也没话讲 只要发现说哪个地方有特例 是无常播用的话 那我今天提出来的 也要无常播用啊 就是刚刚他们 承拔单位讲的 一定是这个属于圈改的土地 一定就是有场 是 我们现在就把它确定 让我们达成立意明白 这样子的话 这样子的话 我们回去讲就很好讲 是 对不对 是 好不好 谢谢 谢谢委员 谢谢